大家好,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五款简单快手但是有营养健康的三明治 那一周五天,无论是上班还是上学都算是照顾到了 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制作吧 先来做一个牛油果水煮蛋和尾龙虾的三明治 那首先呢,当然就是煮水煮蛋了 那把鸡蛋煮熟就好了,这个就不多说了 尾龙虾的部分就是今天的这个新鲜的鸡尾虾 其实呢,也很好 我已经把虾馅的部分都去掉了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了 那水煮开之后呢,我们加一些盐 然后加入几片的姜片之后,把虾丢进去煮 大概也就煮个两三分钟,它变色就可以捞出了 小鸡尾虾的部分 hocke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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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三明治我在做的时候底下有放保鲜膜 因为它的料实在是太塞太满 所以说呢需要保鲜膜 把它固紧之后再切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我放的是一些薯片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它整个的口感呢就会有一些层次感 会有脆脆的感觉 而且还挺好吃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种巨无霸类型的都把它包上保鲜膜之后 估紧再切开就好了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个五款三明治的视频啦 喜欢的话呢也记得弹幕 评论 留言 或者是帮我转发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